周日晚間寧靜巷弄出現凌亂畫面 憤怒的救命聲不絕餘了 犯了 要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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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另外角度的監視器 意外發生之前 白色轎車開進了巷弄中 一輛機車不偏不倚 騎到了轎車正前方 接著騎士定格 緩緩的把車給放倒 駕駛覺得奇怪下車查看 結果後方出現另外的男子 他動手把駕駛拖到轎車後方 硬把人塞進後車廂 要發救人 我們老火也沒辦法 兩分鐘左右的過程 驚動了巷弄中的住戶 大家探頭觀看全都嚇壞了 但是有備而來的人馬 隨即把被害人的轎車給開走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 台南的郊區出現了火燒車 大雨中 消防人員忙著破面汽車火警 大火燒了將近半個小時 轎車燒光光 原本以為不相干的火燒車和假車禍 警方證實都是同個案件 拜託故步移鎮射斷點 四名嫌犯被壓制在地上 其中就包含策劃擄人的徐姓祖賢 警方快海到澎湖逮人 救出被關在後車廂的58歲 陳姓被害人 原來整起案件 歹徒製造了假車禍 讓被害人在巷弄中下車 趁他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把人給擄走 而犯案的車輛放火燒了 被害人一路從台南被載到了雲林 用走私的賊湯啊 運到了澎湖 整整三天 他幾乎被囚禁在車上 建犯嫌一直在移動 在一輛車上 以以為捕 以以逮捕 救出被害人 用走私的方式 把被害人送到離島 放火燒掉了作案車輛 還故步移政 從台南 將被害人的車開到了屏東墾丁丟棄 帶途的犯案手法規劃整命 祖賢落網公稱 牽錢已經有糾紛 是否涉及黑吃黑 還是什麼衝突 目前台灣澎湖 一共逮捕了七個人 離親當中 三地新聞王少宇 同婉宇 朱宇榮 SN小組綜合報導